那面對這個大規模 意圖去利用假資訊 去抹黑的毀滅行動 我絕對不會畏戰 我也會為了自己所堅持的理想 去戰鬥 民間黨立委賴平瑜親上火線 反正藍茵對他和父親賴靖林 連任來的攻擊 我看到我父親 他一生所懷抱的志業 環保 反核 因為這些人為了挽救 他自己低迷的民調 被鋪天蓋地不實的扭曲 在這裡我絕對肯定他的決定 同時我也支持 全部都收集證據 悉數提告 賴平瑜的父親賴靖林 週一下午辭聚雲爆能源 董事長和所有子公司職務 這起綠能風暴 也讓賴平瑜被來因質疑 反核立場都是為了父親 在綠能公司任職 我反核的立場 從過去到現在 甚至是未來 一直都始終如一 我想請問 這些所有抹黑的有心人士 你們敢不敢對著我們金山萬里 共聊的鄉親大聲地說出 你們這幾天以來的荒謬言論 賴平瑜強調父親寢司 是為了拒絕政治髒手扭曲率 能發展和選情無關 但國民黨持續追打 指雲爆能源自助立委賴瑞龍千萬成立基金會 雲爆能源在上屆的立法委員選舉 對於指控賴瑞龍回應基金會是他本人捐助 目的都用於支持教育 政治現金也都依法申報 對抹黑他將詭由律師提告 三線路轉台北採訪報導 這套事